各位朋友 各位鼎姐妹 平安 好 感恩是主日的中午 可以和大家一起在神的圣殿里面相遇 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在听到之先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将我们以下时段交给神 差天父上帝 感谢你让我们享受信仰的自由 可以在主日的早上 中午自由来到你的殿里面去敬拜 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倒空的心 一个正直清洁的灵 谦卑听你的教导 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降临 求着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祷告封主名求 阿们 请节目人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都面对很多的抉择 由你抹大双眼开始 今早你出门口 回到教会 其实已经做了很多次抉择 不知道你们自己觉不觉 你起床的时候 你要决定穿什么衣服 坐什么车 吃不吃早餐再回来 如果吃就糟了 要想去哪里吃 或者吃什么 你刚才来到教会的时候 不知道你又没有想一想 我去二楼好 去三楼 去五楼还是去十八楼 有不同的选择 到你上到来一楼的时候 你又想 我在左边进来 还是右边进来好呢 进来又想 我去前面坐 还是后面坐 很多不同的抉择 所以说你今早 闭大眼到现在 可能已经做了很多的选择 有很多决定 比较无双大雅 无论你选了哪一样 其实都差不多 你坐前面 后面 左边 右边 是差不多 不过有些决策 你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你内心 会有多一点挣扎 有没有人今早 闹钟响的时候 你有些挣扎起不起身 回不回教会好呢 有没有你来到荔枝角附近 想着吃不吃早餐呢 但吃又可能会迟到少少 吃不吃好呢 有没有人刚才敬拜的时候 心里面很挣扎 可不可以看一看手机 回买个message先呢 或者想着 今个月洗大了 一会儿奉献我 好不可以继续奉献呢 甚至乎想 我一会儿参与整个崇拜好 拿着祝福 还是说完就走呢 这些可能 有少少的挣扎 少少的交战在心里面 其实这些内心的交战 可能是每天都会发生的 事事刻刻都有 就好像我们有时看电视剧 有一个黑色的魔鬼 在你旁边说 不用怕了 做吧 然后白色的天使就说 不要啊 不可以的 顶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每天 面对的内心交战 是围绕什么主题多 可能是工作上 可能是与人的相处上 可能是家庭关系 或者金钱物质都不定 但我们要留意 有一些的交战是性命有关的 为什么我说到性命有关这么严重呢 因为这些内心争战的结果 是可以影响到我们地上的生命 是否会出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也会影响当我们走完地上的路之后 可不可以进入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说是人命有关 今天我分享的讯息 这个题目叫做 不能小趣的生命斗争 就是我们不可以少 每天在我们生命出现的各种挣扎和争斗 阿国书四章一字六节 阿国透过当时信徒出现的生命挣扎 带出一些问题和危机 但其实他也提供了出路 希望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起去想 今天我们生命所胜在和充满的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所胜在和充满的东西 又如何影响我们在地上和永恒的生命呢 阿国书四章一字六节 我请特影姐妹和我一起读出 预备起 你们中间的冲突是那类来的 是那类来的 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 你们疾到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网求 为了浪费在你们的见恶中 乱的人啊 岂不知道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经常说 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 爱到贼道的地步 但是他似更多的恩典 正如经常说 神底党骄傲的人 但似恩及谦卑的人 当我们看一字四节的时候 雅各所描述的那些行为 会不会令你怀疑 其实雅各书是否写给信徒看的 那些一字四节的行为 是这么差的 为什么 但是很遗憾 当弟兄姊妹在误堂厅 整个雅各司的系列的时候 你也知道 雅各书一章一字已经讲到 这封书上的对象 是善居于犹太的基督徒 更加尴尬的是 其实雅各所描述的处境 不单是形容当时的信徒 其实也是形容我们 现在的信徒 都有这个处境 在第一节 雅各一开口 就很不客气 问了两个问题 他说第一 他说你们中间的冲突是怎样来的 冲突是怎样来的 你们中间这个字 其实是表达 这件事是真的 不是假设的 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 而他知道 冲突争执 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 是解军事的战争 即是打仗 打斗的意思 我想在座没什么弟兄姊妹 可能真的经历过打仗 但我们也知道打仗是什么 打仗战争 就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双方的目的都是一个 就是自对方于死地 雅各在这里用了这个非常敌意 甚至乎要自对方于死地的一个攻击态度 来描述当时信徒之间的关系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攻击呢 有一些历史学者推断 可能当时教会里面的人 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所以发生暴力的冲突 不过真实情况 圣经没有说到 我可以肯定的话 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发生冲突 算不算是一件很罕有的事 其实都不是 我想我跟你都经历过 见过教会里面的冲突 有一个弟兄姊妹之间发生的冲突 令我印象很深刻 发生在十几年前 当时我和一群弟兄姊妹 跟着传道人就去一个地方断孙 断孙的某一个晚上 我们弟兄姊妹就围在一起 预备第二天的教导 当时有一个弟兄就问一个姊妹 借她的书来参考 这个弟兄揭的书 就不是轻轻地揭开 她一手把封面冲在后面 这个姐妹拿回一本书的时候 看到封面有条折痕 她就一手把书丢在垃圾桶 然后整个短孙期间 他们都没有踩过对方 我很难去评论 一本封面接过的书 还有没有它的存在意义 因为这个是很主观的看法 有些人觉得是 完全不可以接 有些人觉得没什么所谓 因为这个也是很主观的看法 我很难去评论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件事上面 这个冲突 让人的关系 和我们当时的短孙 都被破坏了 弟兄姐妹 你所见过的冲突 有多少是因为 拗圣经的真理 觉得那个神学 或者教义要拗 而发生冲突呢 其实我想未必是很多 更加多我们见过 在弟兄姐妹中间 发生的冲突 是源于不同的人 对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大家背景 价值观 习惯不同 很多时候不是涉及 绝对的真理 而是相对的看法 你们觉得是不是 所以雅各在这个段落 其实他不是要处理 他们的冲突内容是什么 所以他没有提及 这些只是面子那种 雅各要处理 信徒生命里面 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次雅各反复地问 这些冲突在哪里 你猜一下雅各是否真的想问 你们这些冲突在哪里发生的 你们在哪里学习的 不是的 因为他转头自己给了一个答案 他说就是从你们肢体中 交战的私欲来 雅各反复去质问他们 是要强调他的责备 要大家反省一下 究竟是什么使得你们这帮人 在原本应该强调伤爱的环境 做出这些 好像打仗一样 互相伤害的行为 而答案的一个就是私欲 私欲在希腊联盟里面 是解释心里面的学求和追求 也可以解释享受 私欲就是追求和学想 我最想要的东西 我最想要的欲望 私欲这个字 在圣经其他地方其实都有 通常都是描述一些负面的意思 就好像《路加福音》八章十四节 耶稣讲到杀种的比喻的时候 他说当那些种子落内荆棘里面的时候 他说那些种子就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燕乐擠住了 里面燕乐这个字 和私欲原来是一样的字 所以意思是私欲就是阻碍神的道 阻碍神的道进入人生命 使得人家的灵性难以成长的一些东西 所以简单来说 私欲就是指一些我们完全满足自己 但是又完全违背神心意的欲望 人生里面的欲望不一定在外表看到的 它可以暗暗地潜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第一节说私欲是在肢体中交战着 即是说这些只是去满足自己 又去违背神心意的欲念 是会占据我们身体里面每一部分 而且原文是正在发动战争 打仗 好像一队军队要逐个地方占领一样 这些军队是什么呢 其实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可能是对金钱的欲望 有些人是对物质的欲望 有些人是权力或者是名利的欲望 也可以是对性的渴求 但相同的是 他们会一步一步 在我们未必察觉的情况下 操控着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事为人 使得我们和人和神的关系 都会受到破坏 在第二节里面 亚哥这样说 他说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 你们质到不能得手就争执和冲突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贪恋在一些翻译里面 是解为你们放纵私欲 放纵贪欲 所以我们看到和合本 其实是描述得比较含蓄 原本的意思就是指那种强烈的欲望 你们贪恋就是放纵 满足自己内心的贪欲 这种态度 当然亚哥说到杀人 不一定真有其事 在教会里面 我想亚哥是想用杀人 起争执 冲突 这些很暴力 很激进的行为 来描述人因为贪恋 得不到满足 妒忌人家所拥有的东西 而生气到怒火中烧 而出现的罪 或者那些爪狂 近年我们常常都会在新闻里面 听到有一些电话骗案 或者网上的骗案 那些骗徒是会用一些很奸诈的方法 去骗人家的钱 由几千元到几千万都有 等于你会不会觉得 这些骗子 其实都是为了纯粹 满足三餐 所以才逼于无奈 要用这些手段骗人钱 可能一开始是 他第一次做是 但慢慢应该不是 里面真正的问题 是人对钱财的学想 以及永远都满足不了的贪念 我们的私欲 会让我们对事物 有强烈的渴求 而这些渴求 加上不满足的心 就会制造贪念 但当贪念想贪的东西得到的时候 虽然已经得到 但我们仍然不满足的话 那就有一种 永远都得不着的感觉 是一个错觉 但最后令人难过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错觉 令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得不到 令我们以为神什么都没有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用自己的方法争取 或者用世界的价值观去筹算 我见过有德英姊妹 她的生活很好 衣食无忧 有车有楼 但她觉得自己在银行的存款 未达到心里的期望 或者觉得自己的屋 都是欠缺一间房 不够大 所以她很优秀 很埋怨神 她很想用多些办法赚多些钱 以至开始 没办法再稳定地回教会 甚至乎有时会用一些细族的方法 去得到更加多的钱 但同时我又见过那些弟兄姊妹 她们的经济只是勉强可以糊口而已 但她们生活很简朴 很喜乐 很满足 她们会为了可以有娜姐头 而很开心 或者很欢喜地跟我说 业主没有加租 她很感恩 她们很清楚知道 自己拥有的是理智神 她们甚至会常常记挂一些生活 给她自己困难的肢体 一些没有收入的神学生 将自己很紧有的资源 去跟她们分享 我又见过弟兄姊妹 子女已经有两三间名校取录 但是偏偏入不了 她觉得最神的那间神校 所以很愤怒 她不断问神 为什么不给我 为什么给她不给我 然后不断想 用什么细族的智慧或者手段 可以得到这个学位 但是同时 我也有弟兄姊妹 她的小朋友派了二三四智园 是一间我未听过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的 旧式屋邨小学 当我以为她会很失望的时候 她很欢喜地跟我说 她说我很感谢神 是一间基督教学校来的 弟兄姊妹的经历 让我慢慢地体会到 我们觉得生活满足 还是觉得我们什么都得不着 原来跟我们真正得到多少 得到的是什么 原来没有直接关系 关系是在于我们生命里面 是承载了什么 我们是用满足自己的喜好 满足自己的私欲 来量度我们的人生 还是用神的心意 用圣经的价值观 来量度我们的人生 贪恋和疾导 都是描述我们放任地满足自己的私欲 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喜好 当我们的私欲继续肆意地 在我们生命里面抗争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觉得什么都是不满足 不满足有什么后遗症 就是我们觉得被欺欠 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 我们会埋怨神 觉得神真的不好 神真的不公平 然后这种情况会出现两个后果 第一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破坏 就好像第二节所描述的 攻击别人的行为一样 虽然等于姐妹 我相信你们不会去杀人 但我相信我们曾经试过 内心疯狂地妒忌人 我们试过攻击人 或者跟人发生冲突 真的有弟兄姐妹跟我说 当她心里很渴望得到那样东西 出现了在其他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 她会很痛恨她 她不想跟她来往 甚至不想见到她 如果去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什么 就是鲜辱得逞 她破坏了信徒之间的关系 而第二个带来的恶果就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受破坏 当我学想的事情 未能够成就 我们很想得到的东西 得不到的时候 我们会占不止骂怨神 神不爱我了 神看不到我了 神看漏了我 那怎么办呢 好 神你看不到我嘛 我自己去拿 用我的方法去拿 自己的方法是什么 可能就是世界告诉你 对啊 去吧 这些方法 但是同时是圣经说 不要啊 小心啊 紧守 这些方法 曾经有一位肢体呢 他过去是做一些偏满的生意 后来信主悔改 知道过去的工作 其实是神不起悦的 他决心远离那些行业 远离昔日那些工作朋友 但是后来他说 经济不景气 他要復出 他工作出现了挑战 他想做那些踩界的工作 甚至乎去了做 他跟我说 他说 没办法的了 现在这一行没得做 我一定要接那些生意 我看着他 其实我心很痛 很难过 当然我没有他这么认识 他的行业 但我就叫他问一问自己 我说 其实你这样做 是真的出于需要 还是你想要呢 你这样做 是不是真的唯一的出路呢 还是满足你心里面的欲望呢 等你节目 我不知道今天 你会不会都是面对这个光景 觉得神不出手 我一定要像世俗的人一样 用自己的方法争取 如果是的话 虽然我未必认识你 但是我同样会为你感到心痛 让我们停一停 想一想 是不是神真的不理我们呢 还是我们心底里面 那份不是出于神 而是出于世界的标准 那份渴望 让我们经常觉得不满足和挫败呢 让我们都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回到神的圣经的标准里面 再次想想 神想我们过一个怎样的人生 私欲除了驱使我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 其实也会影响人讨告的心态 从而破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在第三节里面 雅各这样说 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 因为你们妄求 这个段落所说 是我们祈求却得不着英文 这里明显是说一些妄求 就是第三节下半节所说 那些出于私欲 祈求不合神心意的讨告 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不可以为自己学想的事情去祈求 因为圣经很多的地方已经告诉我们 凡是合乎真理的事情 其实我们只管去倾心吐 而向神去求 这件事是神喜悦 但是祈求的背后 我们又不忘记神有主权 好像刚才那些诗歌 去提醒我们神的道路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并且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和好处 顶姊姊妹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 包括信主和未信主的人会问 为什么信了耶稣仍然有困难 仍然会病 会死 有祸患 那你信来做什么呢 如果我们今天心里面有这个疑问的话 我们就更加要问清楚自己 我们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信耶稣基督爱我们 爱到钉死在十字架 让我们得以与神和好 得着救恩 还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黄大仙 或者最近很热的阿拉丁那些朋友 所以他要有求必应呢 在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 从来不是描述一个无风无浪 富贵荣华的景象 耶稣基督舍尊降跪 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 在极度贫困的马槽里面降身 在传道的旅程里面 被很多无知 不认识他的人攻击 甚至最后承担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顶节目 我们会不会为了超过生活需要的腐竹 为了不合乎真理的期望去祷告 然后当神不敢回应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质疑他的爱 质疑他的信实 又或者我们抱怨 神你都没有乖乖听我说回应我的祷告 我们就向神愤怒 甚至乎改投其他假神 风水命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代表私欲 已经不知不觉间 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如果我们去反思一下 过去一个礼拜 我们曾经为了什么去祷告呢 我再说 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 为自己生活需要祷告 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祷告的主祷文 都会说到我们为日用的饮食 和生活去祷告 不过很可惜我们的祷告 很多时候都是参考了主祷文的半节 我们忽略了头四句 头四句是什么 我门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恨在地上 如同恨在天上 今天我们祷告的内容 会不会大部分都是我 我们有多少个祷告 会为神的角度祈求呢 让我们都学习 无论祷告或者行事为人 我们都不只是专注在我 不是只是满足我的欲望 而是以神的国 神的福音为念 那我们不单止可以跳出一个 觉得神样样都不回应我 这个框框 更加有机会可以见到 神很大的大能 去年暑假 我和二十多位 我团契滑水抗例的鼎姊妹 一起去海外服侍 在其中一次 短孙筹备会议的时候 短孙队有个弟兄就跟我说 他说Esther 我们去过教会的时候 他说我留意到 教会只有一部手提电脑 就是一部notebook 是教会里面 唯一一位传道人所用的 他说那部电脑很慢 他说他看上去 都中了很多毒 因为这个弟兄做一些IT的工作 弟兄就说他很感动 很想今年再去的时候 找一部便宜的二手notebook 可以送去给教会 去年可以带他 我很欣赏弟兄这份的细心和安心 好啊你去找吧 后来这个弟兄就联络到一个朋友 是做电脑回收的 那我朋友知道弟兄 其实想将这部电脑 奉献给教会的时候 他就二话不说 找到一部又新又美的二手notebook 还装上所有需要用的程式给他 最重要的是免费的 他会免费给你带去给教会 那去到当地了 那我们就将那部notebook 送给那个传道人 传道人很开心 说了一件事给我们听 他说原来我们来 他们教会之前的半年 教会聘请了多一位青少年的干事 那是一个很爱主 很年轻 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但因为他刚刚毕业 他买不起一部他自己的电脑 所以那部中毒的教会notebook 就是这个传道人和这个干事 轮流来工作 那其实也很不方便 但最麻烦是什么呢 就是主日的时候 成人崇拜的时候 然后成人崇拜和青少年的崇拜 是同一个时间 所以当成人崇拜 传道人要用那部notebook 播放电脑 说到的时候 青少年就只可以围在一起 用一个很小的手机型光幕 来看他们教导的材料 其实这个传道人生活很简朴 一直都没什么要求 但见到服侍受影响 他就提起勇气向掌汁提出 想教会买多一部电脑 不过最后都被掌汁拒绝了 当然经济是一个考虑 但是很大部分是因为对方不认同 有这个需要 传道人说当时其实他心里很不开心 还有点点生气 他很想跟他拗到底 他又想过不如我跟其他特英姐妹说 让那些特英姐妹给回压力 这些掌汁都可以 听起来是不是也很合理 他不是为自己求的 他也是为了服侍的需要 但是他很快安静下来 他想到这样不对 他说我不要用人的血气去解决这件事 他不想神的事工未展开 已经带来纷争 然后他叫了那个青少年干事理 他说我们一起为我们需要的这部录像图稿 求神亲自供应我们的需要 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个需要 或者这个图稿告诉任何人 然后神就借着一帮香港的特英姐妹 将这部录像图稿 搭飞机送到他们手上 神是不是很信实 哈利路亚 我听到之后 内心很激动 很震惊 很感动 同时很感恩 神一样我们可以见证 和参与到他所作的功 如果这个童工因为他录像图稿 他跟那些掌汁去争辩 或者怨他们 其实都不可以说他没有道理 但是他选择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而不是体贴肉体的血气 或者用世俗的手段 神就让他看见 和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 跟随神的心意 和跟随世俗的心意 不单只是两个不同的选择 它是两条绝对对立的道路 是不会重叠的两条路 我们再读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吧 预备起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知道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在第四节 雅各一反常态 平时他会称呼那些收信人 做我的弟兄 但是这里他称呼他们什么 淫乱的人 称呼他们 他不是说他们真的犯了奸人的罪 而是雅各要严厉地斥责他们 犯了熟灵的奸人 其实在思考这句经文的时候 我很想想一个例子 让大家明白 在上帝和世界中间 我们只可以二选一 好像耶稣说 爱者个 互那个 但是我在想的时候 我发现 原来现代人的概念里面 是很难去说这件事 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太丰富了 以至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两者兼得 例如 如果你想出来做事 你又想读书 以前 我们父母的年代可能就说 我们要出来上班了 所以不可以读书了 他们会这样说 但我们这个年代是怎么样呢 那你就上班了 然后晚上进修了 或者你就读书了 然后你做part time 可以两样一起发生 我也都见过 有些家长 小朋友给两间 他都很喜欢的学校取录 那他怎么样呢 上就读一间 下就读一间 当然我很不赞成这样做 这是一个例子 原来在我们熟灵的生命里面 现代人这种两者兼得的心态 是会很严重影响我们去跟随神的 阿公告诉我们 他说你选择跟随世界 体贴世俗的想法 还是选择跟随神 行事为人 达到神的标准 两样是有你没有我的 不可以兼得的 或者信徒会取巧的 他在世俗和神的标准中间游走 他以为两者可以兼得 但其实神已经清楚说到 你不可以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当你以为你可以一手抱着世界 一手又拖着神 这个只是你一厢情愿 当你选择抱着世界的时候 你已经宣告了自己不是属于神 甚至与神为敌 你以为你还是拖着神吗 sorry 其实你拖着是一个叫基督徒的名 或者是一个没有真实生命的教会生活 一段很熟悉的经文 马太福音16章24节 他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不是恨者个爱那个 就是众者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神 又服侍马门 其实你想世界和上帝两者兼得的话 就是你又想跟随神 同时又想得到世界的好处 这个就是人放任私欲 想满足自己私欲的表现 阿哥参照旧约描述 以色列人离开上帝 去拜假神的一个称呼 他们当时形容这些拜假神的人 是一个淫妇 说他们背弃的丈夫 这个淑令的淫乱 阿哥用来斥责当时的信徒 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去拜假神 但可能我们是拜世界 我们投向世界的怀抱 其实分别不大 都是这个淑令的淫乱 刚才我说到在很多事上 我们现代人可以两者兼得 但我想到在婚姻的文药里面 绝对是只有一男一女 是夫妇二人在情感和肉体上 都要绝对对配偶忠诚 见不认同 那我想问 你能不能够接纳你的配偶这样说 他说我只是间中爱上另一个人而已 但你放心 我知道你才是我的配偶 可不可以接受吗 又或者他说 星期六日我会全心全意地对你 但星期一至五 我看公司的时候 我和谁在一起 你就不要过敏了 又或者他说 我和那个人拖下手 没有其他东西 我不是背叛你的 我最爱就是你的了 有没有弟兄姊妹 会接纳你的配偶 是这样说的 应该也很难 雅各两次说到 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 这个句子在翻译里面 其实散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就是有一个字眼叫做 故意成为 所以全句句子应该是说 与世俗为友 就是故意成为神的敌人 故意 就是说你心思熟虑 然后做的选择 所以你不要说 我不小心跟了世界的价值观 我不小心和神对抗了 雅各这里他说 你浪费吧 没有这样的 你决定跟世俗扯上关系 就代表你想清楚 要成为神的敌人 得罪神 同样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 里面说了 我们不要爱世界上的东西 如果有人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因为世界上的东西 都不是那些贪欲情欲 和那些骄傲 都不是从父而来 近年很多人 因为健康和环保的缘故 提倡素食 素食就是指那道菜 是完全没有肉的 所以无论你放一大块牛扒下去 还是你耍少许肉粒上去 那道菜就已经不是素菜 当我们容许世界的欲望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无论你是很多 或是偏忠一点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忠诚 在第五节的翻译里面 我们好像很难理解这对经文 其实第五节的意思就是说 神爱祂所创造的人 爱到一个地步 是学想我们能够专一地爱祂 就好像旧约多次提到 神是忌邪的神 在我们和神的爱的关系里面 是完全不能容纳第三者 无论是假神 是罪 还是世界 但我不是说 基督徒要坚离地 不食人间烟火 其实基督徒的身份是很特别 我们是活狠今生 和永恒中间 我们是活狠世俗的中间 但我们仰望和倚靠 是天上的救赎和应许 所以我们要做到是入世而不熟世 关键就是 在世俗里面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首位 谁是我们的主宰 早前听了一个姐妹的分享 也另外有一些反思 这个姐妹工作的崗位里面 有一个下属 工作出现了一些大的问题 所以大老板决定要给这个员工 一个警告和处分 但她就交给我这位姐妹去执行 这位姐妹是第一次要去处分下属 她说她也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去做好 她就请教其他同事怎么做 同事就教她 你写下这个下属做得不好的地方 把罪状一条条写出来 你和她谈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去说她 她就完全无法反驳 你就可以顺利 说完你要说的东西 那位姐妹说也好 她就照着做 当她写了所有攻击对方的对白之后 她的心不太平安 觉得不像这样 她就上Google Google那里打 如何处分下属 然后她说在网上 很多东西立刻彈了出来 很多好招 很正的 很有智慧的建议 但她看完都觉得 都是没用 因为她的心还是很不平安 她就去祈祷 然后在祈祷里面 她心里面浮现了 荣神亿人四个字 她就像当头盼海一样 她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 在公司不代表只可以用世俗的手段 她说我的信仰价值 不应该只是在教会 或者弟兄姊妹中间出现 我可以将我的信仰 我的使命 很连贯地在我的工作上呈现 最后她想到 就算是要处分这个同事 她也要让她的生命得到造就 让神得着荣耀 最后这个姊妹 以这位同事的个人成长作为出发点 写了另一篇对白 放弃了同事或者网上教她 如何攻击对方 最后姊妹带着平安的心 和那个同事进行了约谈 虽然那个同事是被人处分的 但她说当天两个离开会议室的时候 是有说有笑的 外面的同事是吓得呆了 很感恩神给姊妹自慰 更感恩是她有一个愿意纯服的心 明白信仰不是只是出现在星期日的上午 或者团契那一晚 而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全部 都是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 我们面对从世界而来的困境和挑战的时候 我们向世界投降 向私欲投降 不是唯一的出路 愿意我们用信心作回应 看看神所刺下的恩典 或者你也会留意到 当雅各很不留情面的斥责这些信徒 任由私欲扛张的同事 她忽然之间提到恩典 私欲和恩典 两个好像是完全没有关系 一个是罪 一个是说爱 好像是有底足 但原来私欲和恩典 都有些微妙的关系 在第六节这样讲 我请大家和我一起再读 但是他似更多的恩典 正如经常说 神抵挡骄傲的人 但似恩及谦卑的人 在前面五节 雅各将当时信徒所发生的事情 他生活的软弱败坏 那些充斥私欲 和人与人 人与神之间恶劣的关系 他很不客气写出来 这些问题 刚才我说过 不单止是当时信徒的问题 也都是我们的问题 不过第六节 第一个字很重要 什么字 淡 淡的意思是 是我们的生命 真的充满软 是充满坏 很多私欲 甚至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 但是我们不是绝望 我们仍然有出路 到底姐妹想不想知道 出路是什么 听清楚 出路就是神的恩典 刚才我说到 人的私欲和神的恩典 好像是对立 但其实又是恩果的关系 恩典其中一个特质 就是我们争取不了 不需要我们争取 是神伯伯赐下来给我们 这里说到更大的恩典 一方面是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已经赐予我们 宝贵的救恩 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 仍然可以深存盼望信心 遥望永恒的家乡 但同时更大的恩典 也都是指 甚为我们预备的生活里面的需要 也都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弟姐妹 只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 承认我们自己 不是生命的主宰 唯独神才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就会发现神宝贵的供应 相反如果我们放任我们的私欲 我们永远都经历不了 从神移来那份满足 这个时候 私欲另外一个朋友就会走出来的了 就是骄傲 心里面的骄傲 让我们相信 我的智慧高过神 我的目光准过神 我的心思比上帝更加细密 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 去帮自己解决问题 就是跟世俗连结 与神为敌 记得有一个主日的早上 我那天要教早堂的主日 我八点多 当我从办公室准备好 过来恩福中心上课的时候 我发现我那一堂 要教的powerpoint 放了那只手指 原来是在家 但是我那一堂 是很多东西需要 透过powerpoint来教的 但是当时 只是距离上课时间 有十五分钟 那一刻我很惊慌 很焦急 很敏 也开始流汗 其实我电脑上 是有那个档案的 但是可惜我很肯定 我已经没有多一支USB 我想一下什么方法 我就打开房门出去 想找其他童工 借一只手指来用一下 可能太早 一个人都见不到 我又尝试将那个file email给自己 谁知道又太大 又传不出 想上载上云端 也不知为什么 很感恩 后来就联络到我部门的干事 就帮我处理了这件事 也刚刚很准时去到课室 也都顺利完成了课堂 当日我完成了所有的服事 下午回到office 坐下的时候 你猜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有几只手指在我抬头 旧的 但刚才我发狂地想起的时候 我是完全见不到他们的存在 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都是这样 当你面对危机 你很容易就把自己放在困局里面 很急很吵 没有了平安 立刻想到不同的方法去做 甚至乎有时急起来 要用世俗甚至得罪神的方法去解决 其实我们没有细心拆汗 神可能已经预备了我们需要的人 事和物给我们了 甚至乎是可能我们最后 我们心里面想要的计划要改变 不按我们期望进行 那又如何呢 为什么不试试拆看一下 神里面的作为和恩典 朕言十六章九节 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参加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不是仍然相信 那个爱你 爱你爱到为你 钉在十字架上面 刺下救恩的耶稣基督 为你的生命 有最美好的旨意呢 神创造你 认识你 认识你的家人 儿女父母 他让你更加知道 他们的需要 和你的需要 是有时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今天 会面对这些事情 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会这么困难 我们也不知道前路是什么 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 在抗野一样 但愿意我们也记得 当昔日以色列人 在抗野漂流的时候 上帝的爱沽和爱护 其实没有离开过他们 日间上帝安放云处 夜间安放火柱 带领他们一步一步 去走过抗野 上帝又会为他们 预备马拿鸣春 增添他们的体力 走过前路 上帝无微不至地 照顾这帮以色列人 带领他们离开 围牢之家 进入更加美的加南地 昔日上帝这样去爱 和照顾以色列人 今天他同样 那么爱和看顾我们 每一个 因为神对人的爱 从古到今 没有减少过 今天上帝盼望 我们的人生 不再只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存 而是活出一个 讨厌喜悦的人生 享受里面的满足 和封城的生命 只要我们愿意 跟着神的指引 一定可以 走步见步 走过人生 不同的高山低谷 丁姐妹 你相不相信 今天是回转的机会 你愿不愿意 重新检视 你生命的牌位 让神成为 你生命的首位 赶走私欲的权势呢 让我们一起 用祷告去回应 一起低头祷告 在刚才的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听 私欲会在我们 不为意的期间 发生不同的藉口 进入我们的生命 破坏我们 和神和人的关系 以下我会发出一个邀请 有没有弟兄姊妹 你今天愿意立志 将你人生的定位 不再只是满足 自己的欲望而生存 而是愿意活出一个 土神喜悦的人生 并且相信 神知道明白 我们真正的需要 我们愿意完全 顺服顺靠他 有没有这样的 弟兄姊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轻轻在你的座位里面 举起手 为你祷告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祷告 蔡天父 弟兄姊妹所举的手 或者我们心里面 密密的纳志 你都听见 你都听见 主一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真是艰难 互相当今的世代 我们很多的试探引诱 我们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血气 但我知道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从来没有减少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着你面对人生里面的不同的试探 也都消灭我们心里面的私欲 学习单单去倚靠仰望你 也都求你祝福 和怜悯我们所居于的香港 求你祝福这个世代 愿我们每一个信徒 将来无论经历任何的环境 仍然能够坚守你的话缘 将你的福音传开 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和公义 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信徒 无据世上的压迫和挑战 揭力成为地上的炎和光 让到所有事都能够荣神益人 我们的祷告拉风 祝主耶稣基督得胜的明知祈求 阿们 阿们